大家好,下午的1555啊,15点55分啊 接着给大家聊啊,这个周立仁啊的儿子周小韩 回忆他父亲的老领导杨,不是杨错,是张爱萍啊 1946年年底,46年年底啊 我父亲在艰苦的斗争中得了重病 而张爱萍在指挥战斗中头部负重伤啊 张爱萍,两人一起被组织上安排去大连治病 在大连老虎滩的山上,两家相邻而居,互相照应 说到这儿啊,在1955年前后吧 应该是55年之前 苏联军队才从整个大连地区,包括吕顺撤走 所以他们实际上等于到了外国一样 是苏联的军事基地,是吧 那个领土是由苏联军队控制的大连那一带 之前我在北京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 陈毅的儿子陈浩苏啊,还是陈小鲁啊 在中央电视台回忆他父亲陈毅 说淮海战役,共产党打败国民党,两大法宝 一个是苏北和山东所谓的解放区的上百万的民工的小推车 这时候提供了后勤啊,运输啊 之前,那会叫之前,支援前线 还有一个,一个是山东的小推车 一个就是大连的大炮弹 这就是苏联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力量的最著名的啊 也是直接的证据 大连的大炮弹啊 大连的军火 军工厂,兵工厂的炮弹 直接介入到了淮海战役 所以这个淮海战役也好 解放战争也好 国共内战 苏联是直接给了大量的援助 包括百万关东军的投降之后 遗留下来的武器装备以及其他物资 这个49年渡江战役前 这个张爱平在蹦步 安徽蹦步啊 接受了党中央 要他组建中国第一支海军的新任务 他又拉上我父亲一块干 他派我父亲随解放大军进入上海 担任海军接管处的处长 这个周立民啊 海军接管处 那上海也有国民党遗留下来的 什么无松口啊 炮台啊 一些舰船啊 不知道有没有舰船啊 接收国民党在上海的海军的摊子啊 建立起华东海军上海基地 上海基地就在无松口吧 后来又派我父亲去担任起义过来的五艘国民党军舰的军代表和政委 当时好像是林尊吧 带着一些军舰就投降到共产党这边来了啊 不久在五湖的抵港同国民党的轰炸机发生了激烈的海空战 当时国民党派空军要把这几艘军舰给炸沉 他认为你都叛变了嘛 就不能把这军舰留给共产党啊 在军舰即将沉没时 父亲是最后一个弃舰跳江的 最后一个啊 从军舰上跳到江里 那么不知道这五艘军舰啊 被国民党的这个轰炸机炸沉了几艘啊 不清楚啊 肯定是有 但是在中国这都是机密啊 可能不说 九死一生的父亲随后又被张爱萍派去建立青岛海军基地 哦 又派到青岛去 那北海舰队了啊 上海是东海舰队 有了新中国第一支这个鱼雷快艇部队 哦 那他父亲周立民是参与组建了鱼雷快艇部队的 那些鱼雷快艇应该都是苏联人给的 在文革动乱中 俩人同许多老干部一样 都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打击 在改革开放以后 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 英雄所见略同 俩人脾气相似 都是刚硬率真的汉子 又都爱好书法摄影做师 可说是心神交融的知己 这就跟毛泽东跟陈毅似的 俩人都喜欢做师 师友啊 我父亲对领导不是个盲从的人 能让他佩服的领导不多 张爱萍始终是父亲敬佩的 他敬佩他在两单一星上的功绩 军事上的才能 父亲是个固执倔强的人 但对张爱萍说的话总能听得进去 张爱萍也很关心我父亲的情况 在我父亲受到江苏省原领导人 许家屯 言无许啊 家族的家 村屯的屯 许家屯 后叛逃美国 许家屯后来叛逃美国 在排斥和打击时 他们就是省委内部权力斗争嘛 是吧 共产党多次搞路线斗争 从中央一级到各省 各地 各市 各县 各区 甚至各村 都是一派又一派的 互相的争权夺利 历来如此啊 他和中顾委的黄克成等一些老同志 黄克成好像在新四军也工作过啊 那都跟他爸爸周立民有上下级关系 多次为我父亲遭到的不公待遇 暴打不平 张爱平还直接打电话 打到了江苏省委 那就替他的老部下 北京话叫拔撞 拔撞或者拔创 替他拔份 是吧 不过这个似乎也不符合组织原则哈 可是问题是任何一个单位 都有一土皇帝 是吧 都有个难罢天 都搞的是一言堂 老大基本上 是吧 能欺负老二 老三 老四 老五 老六 是吧 大概是这路子啊 这个权力斗争 包括互相的杀戮 整肃 就贯穿了整个的历史 完全都是血腥的啊 互相的 这辈子 我贯穿了 不贯穿了 都不贯穿了 都不贯穿了